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双变数函数的连锁率 在介绍双变数函数连锁率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单变数函数的连锁率 假设一个合成函数 这是一个合成函数 那它的微分怎么写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先以GX来写法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微分 我们说的比较简单一点来看的话 一个合成函数 这边是DFDX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就是我们的连锁率的公式 那么一样的道理 双变数函数的话呢 一样也可以做 我们可以把它写得更加的简单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权为分 这样子就可以介绍了 很清楚了 现在假设一个Z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叫做XY 那么假设这个F的话 是一个XY的话 都是可为分的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的全为分写出来 我们复习一下全为分 DZ是等于FXDX 再加上FYDY 这就是我们的全为分的公式 那么我们要把它改成了一个第三个变数 假设X是一个T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地方对X篇围 我们把它写成正式的写法 这边就是partialF partialX 这三个算式全部除以一个底T就可以了 DX底T 再加上这边是对Y来偏微 那就是partialF partialY再乘上DY底T 这就是我们的连锁率的公式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连锁率的话呢 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维分 我们来介绍一个连锁率的一个立体 假设Z是一个XY的一个函数 那X又是一个T的函数 Y又是T的函数 那么要问的是 以T为变数对Z来为分是怎么算 那么如果要直接算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X套进去 Y套进去 那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们这样带进去的话 直接维分会变得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利用连锁率的一个观念 就直接计算 那么如果同学的话呢 觉得连锁率很复杂 请同学使用全维分 先将全维分的公式列出来 我们先来这样做 DZ先把全维分公式写出来 等于对X偏为乘上DX 是这样做 加上FYDY 这样做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公式 等于多少呢 好 我们现在的话 就直接写了 DZ是等于对F对 对X来偏为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对X偏为的就是YDX 加上对Y来偏为 那就是XDY 现在题目问的是DZDT 所以我们全部都除以DT 相当于是除以DT的意思 那么DZDT就等于Y乘上 X乘上 好 继续写下去 这边Y照抄 以T为变数 对X来为分 这个地方为分是3 再加上X乘上 以T为变数 对Y来为分 这是2T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边Y是多少呢 Y是T平方 乘上3 加上 这边X是3T加1 乘上2T 所以等于3T平方 加上6T平方 加上2T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算出来这个结果 那么一样的道理 假设这个地方X跟Y的话呢 它是S 是不只是T的函数 它又是一个另外一个 S的函数的话呢 我们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善用了权为分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导出 连锁率的公式